外傳民眾黨部分區立委名單 包含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徐春英 賴清德今日回應 一旦國民黨與民進黨國會過半 未來門戶必然動開 他昨天在南部最新的造勢說法是說 中共要透過台灣2024的大選 扶植代理人政權 新出法代理人出來啦 只要反他的 我們都會貼上說 我是中共的代理人 你每次到選舉又開始了 是中共代理人 外傳民眾黨部分區立委名單 包含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徐春英 被爆出城市中共幹部或國安部門人員 引起外界質疑 對此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今日回應 一旦國民黨與民進黨國會過半 未來門戶必然動開 八艘潛艦也一定沒辦法繼續製造 他直言藍白之間的合作 竟然是從破壞國家安全開始 非常令人遺憾 文家哥覺得賴清德在這個時候 用這個技巧 是壓力太大 還是這是他原先競選步調的一環 OK 我覺得是壓力太大 因為他的目前為止我所知道 包括來自於他的進辦的小核心 聽起來還是那句老話 他的民調盤久必跌的隱憂 越來越高 一個快速急轉彎走修正主義路線的人 為什麼最近又有另外一種所謂 夾彎的現象出現 他昨天在南部最新的造勢說法是說 中共要透過台灣2024的大選 扶植代理人政權 新出法代理人出來啦 只要反他的 我們都會貼上說 我是中共的代理人 台灣是有國安法 你如果有代理人是可以抓的嘛 那就抓 那請問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跟現任的副總統 如果今天不抓 反而只會嘴上講貼人家標籤的話 他是不是怠惰 阿宅 他一點都不怠惰 他沒有怠惰 他積極的貼標籤 他積極的潑髒水 他積極的分化台灣內部 你每次到選舉又開始了 這中共代理人 徐春英他可能成為民眾黨不分區 文家哥覺得這個東西怎麼樣 OK 好 不管哪一位陸配 如果 今天不要講民眾黨 國民黨或民進黨提名他 作為不分區的委員 Why not 第一個 他就代表代表性嘛 那麼 從陸配這個角度我們來看 他對於台灣社會有沒有貢獻 我這個貢獻請大家不要用那個 很狹狹的角度去看 他的存在就是貢獻 對 他的存在就是貢獻啊 看到這個新聞他還問我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民進黨要做出這樣子的批判 不是 借事借端 我先要講 第一個 你拿那個民調 不是 民調 那一份名單 本身就不全然是真的 是誰 放出來 我都懷疑有陰謀論 然後一條邊 現在由這種 電視台新聞部的高層 放出來之後說 我不知道 我開開玩笑 開什麼玩笑 這種傢伙 然後放出來之後 大幅報道 然後邱毅就拿出來講說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接著你看 今天就組合拳啊 賴清德就拿出來講了嘛 有啦 有中央廚房的啦 我都懷疑那個媒體高層 不好意思喔 不要啦 不要一直說 也在藍營的媒體混耶 所以喔 藍 綠 痛打白 莫名其妙的恩典 特別是藍營的傢伙 你看 在藍白和緊鑼密鼓的談判過程當中 或協商過程當中 中央廚房丟出這個東西 你不管綠的丟 藍的丟 你看兩邊立即呼應 所以在藍白整合的關鍵時刻 就像陳文倩講的 國民黨裡面就是有一群人 是民進黨他們DPP 臥底的 藍綠 你們才是一家親